因为疫情国内旅游兴盛 也有越多民众喜欢坐自行车旅游 慢慢吹着海风欣赏沿途景色 而交通部观光局也在2021年发起自行车旅游年 结合旅游业者推广自行车友善服务 鼓励国人采取低碳旅行 并解决游客人车住宿问题 交通部观光局为推广2021自行车旅游年 所以我们跟旅游业者一起来合作 推出了友善自行车旅游的这样一个标章的活动 全台湾一共有700多家的旅游业者共同来参与 这些获得标章的旅游业者 他都有一个专属的自行车停放的空间 也有针对自行车的清洁或者是说维修 提供这样的服务 以往还没有这种措施的时候 我们骑车环岛或者是到各景点去的时候 我们都要带着很多很多的装备 那有这个样子的一个单车旅馆呢 可以说让我们可以很自在的享受骑单车 不管是环岛还是到各县市的景点去旅游 这次响应的自行车友善旅游 南瓜全台北中南东离岛地区 28日透过最巨人气颁奖仪式 希望国人看到全台各区代表性的友善旅游后 能串联地方景点计划旅行活动 而这次为期10天的投票活动 便有近9万人参与 观光局特地选在北部第一高票的 芙蓉大饭店芙蓉店进行获奖仪式 也期许各家旅宿业者针对铁马驿站的服务 多进行观摩 结合当地环境特色 以满足游客更全面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家饭店呢 就在这个环岛一号线隔壁 而且旁边有非常漂亮的旧草岭隧道 而且有很完善的这个自行车驿站 那自行车是用一个比较适当的速度 来观赏这个沿途的美景 所以自从这个自行车开始推动之后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客人 像这个4月份我们的营收就成长了20% 所以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正面影响 那当然期待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好的时候 可以大家都可以骑车出来走一走 民众可向旅速网或是自行车旅游网专区 了解全台700多家的自行车友善旅速 而目前已规划有自行车停放空间 及清洁维修区域的旅速业者 也可向观光局申请加入自行车友善旅速的行列 期盼趁着春夏旅游旺季 政府业者民众携手打造自行车骑乘旅风潮 记者向澳闻共聊采访报道